因為疫情已經好多年沒欣賞過雄偉的軍艦 軍事迷可別失望 112年敦目遠航訓練支隊 國內環島航訓即將起航 將巡迴全台七大港口 首站從3月10號從高雄出發 第六站3月24號、25號 停靠蘇澳港開放民眾參觀 今年遠航訓練支隊由油彈補給艦 成功級與康定級飛彈巡防艦組成 也是要宣導全民國防教育 招募有志青年加入海軍行列 開放時段從上午9點到下午3點 表演則有兩場 分別為上午9點和下午2點 開放參觀對象為中華民國國民 入營需出示身份證件 登舰參觀期間必須佩戴口罩 宜蘭新聞記者黃竹漢採訪報導